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晚上 由于店员小白无故旷工 阿美只好留下来和水哥一起加班 闲聊的过程中 阿美各种称赞水哥年轻有为 帅气多金 衣服马上就给水哥生猴子的嘴脸 为了增进距离 阿美好奇地询问水哥熬汤的秘诀 水哥表示 这是祖传秘方 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 阿美则娇羞地说 只要肯告诉他汤头的配方 他愿意做任何事 于是 各怀鬼胎的两人来到水哥家 他们一边喝着酒 一边聊着天 阿美喝了很多酒 不过没把自己关嘴 肚子却闹得脾气 他起身就要去洗手间 身后的水哥却严肃地说道 千万不要乱看其他房间 因为很乱 阿美刚一离开 水哥立刻收起了脸上的笑 洗手间里 阿美开始对之后的事充满期待 他对着镜子各种骚手怒字 为自己打气 一定要拿下水哥 出来时 阿美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正是水哥觅制汤头的味道 此时的他 早已忘记水哥的警告 寻着味道 他走进了那个房间 在这里 阿美真的发现了水哥熬制汤头的大桶 他忍不住摇起一勺尝了尝 味道太棒了 当他准备再续一勺时 汤里突然咕噜咕噜地扶上一只人手 阿美吓得瘫坐在地上 紧接着 他又发现了沾着血的小白的手机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与此同时 水哥也来到了这个房间 说着 现在你知道汤头都命方了吧 那么 你该做些什么了 阿美彻底懵了 一回头 突然看到角落里小白的尸体 他疯了般逃了出去 可房门都被锁住 终于 他发现了一个没有锁住的房间 可水哥还是找了过来 并说着 年轻的身体真好 几天后 拉面店里一切如常 客人们依旧对香气四溢的汤头赞不绝口 店里也招来了新的店员 而此时的水哥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晚上 回到家中的水哥 又在检查汤头的熬炙情况 死不瞑目的阿美突然从汤桶中浮了出来 水哥则温柔地责怪他 真是淘气 说着 又把他按入了汤中 故事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AKB恐怖夜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你说你也告诉人吗 我还有那么多